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杰往往与香甜可可的月饼联系在一起 与家人中秋团聚的喜悦 品尝月饼时那满满的幸福感 便是那很更坚固的嘉杰最大的意义 金帽饼的制作在守金帽也有几十年的历史 手工制作的高强度任务 考验着每一位师傅的耐心和体力 将糖膝不断地倒入面粉堆 搅拌均匀 皮料的好坏直接决定月饼的迈向 只有反复揉捏 才能保证皮料质地均匀 香气四溢 获好的皮料由师傅们团好 一个个排开 它们将成为承载丰富美味 最为坚固的鸡石 作为金帽特色的五人饼 用最好的原料自己加工制成 多样的口感更是来自于多彩的馅料 将香料揉入团好的皮料里 一点点的包裹往底子 也包裹住了师傅们心底安安的祝福 团好的月饼需要用模子压制成型 一放一压之间 便是一个标准的五人月饼 过完母子的月饼还需要刷长蛋液 以保证烤制后颜色明亮透人 随后用竹箱点破外皮 防止胀气撑破月饼 负责这一工作的正是金师傅 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他也是在忙完了一天的食堂工作后 来加班赶制这一批金帽饼 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后 就可以将月饼放入烤箱 在200摄氏度的高温下烘焙20分钟 便可以放下架子 这些月饼需要放置一到两天 让里面的油往外渗透 以保证最好的口感 这便是回油 而当所有的工序结束 月饼就会被转移到第二餐厅 进行封装 师傅能手忍地将一个个月饼 放入包装袋 在机器上封口 一个晚上 他们需要处理几万块金帽饼 这其中的辛苦 却是他们每年都洗以为常的工作 封装好的金帽饼 或在第二餐厅三层 进行礼盒的包装 精美的包装全部由食堂自己设计 典雅大气的金帽礼盒 承载着每一位工作人员 满满的祝福 和每一次送出后 深深的思念